这两步从车上没有人管 一个A仗机回来 小秒虚空甲面有没有机会 虚空顶了沉默直接被秒杀 K1没有交出任何技能 阵王不能买 对方只剩下一个买活的行李方琳 AR还不打算放过他 等到这个暗影之境结束也要被垂死 好 五个人整整齐齐 全部在泉水堵秒 不能买活 敲出技技 恭喜AR 恭喜AR 2比0战胜 他们也是将会和老干爹成功 在下一轮的盛哲组会时 没错 觉得这个比洗澡太久了 啊 觉得这个比洗澡太久了 什么现在洗澡的洗澡 天气中都在停 微极 微极 分队 军林森开始就是一句跳鸡噶嘛 加油超哥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水 纯净水 不是没感觉吗 因为我是这样的呀 你敞开 没感觉 你敞开 没感觉 敞开没感觉 敞开没感觉 好,让他避免们 你敞开 Music 我以为真的 Partners 新年又有什么争承 好,Guys,Let's go 你敬开我家的银子你死吧 你无人 一二三四五 老队前 老队前 对这房间之前 谁闭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别别别 别别别 不是,你都走了好多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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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我們得快走 快走,快走 你說說最裡面的嗎? 我是做最裡面的 最裡面的是天秘 快點,快走 我走迪丹哥,我就走迪丹哥 你們兩個就走在一起走算 你們兩個就走在一起走 你們兩個就走 我就要做你做迪丹哥 我要做你做迪丹哥 誒,這輸贏 是吧 平衡吧,平衡吧 我居然看你站這兒 別貼了,別貼了 不要慌了 怎麼那麼久不在那邊呢 對,那邊 那邊,那邊是主場 這邊是客場的,對 他在那個方向 是,他在旁邊 是,他在旁邊 員工也在旁邊 在旁邊 勒,他在旁邊 一邊運動 他在旁邊我領地 我領地一邊 一個人 這個是來的 他那邊看的 那邊看的 是,他要看的 他來看的 一個人 一邊看的 嚇 chance 查理斯直接冲塔冲的位置有点太凶了 用自己的人肉帮助MAYB定位 看一下这个西异决本效果 最后两发甩撅 打到一发凝魂之内 但还是击杀了全英比零 看到了吗 一个缩地 A出来了 叶博直接跳到紧身成男恐惧 连续沉默的追击 为A最后补一个锤 伤害又是够了 想尝试动刚妹 鱼叉往回拱 想强秒刚妹兽 给了一个弹无续发的控制 很漂亮 打掉了盾 但是盾起能手吗 越界已经开掉了 马格纳斯再一个扭头大接 拱想杀刚妹兽两次 再配合恐惧 这要成功了吗 成功 想留人 查理斯直接开BKB 给了一个比较大 他屁股向后 其实往后坐的 是的 这样BKB被瓢出来了 要追击了吗 表头大两个 孔回来 为S接控制 群应比例开始约解说冲 直接秒掉了刚妹兽 最终 AR五人阵亡 均不能卖活 敲出击击 我们刚妹竟然吃不了记门 我们带顿的蚂蚁 为什么不开那个船 刚妹竟然吃不住牵手 那就换谁开船 对呀 阿罗的沟通呢 看乱了 你们整体的沟通判断 然后前期森哥 出票刀 这边前面落后一万波 莫名其妙的 供我们刚妹鼓励一下 这种沟通就是 就是独狗的白选了 我们这样的独狗还不不沉默 然后突然蚂蚁开BQB 把对面团灭了 哎我说这怎么没有沟通呢 对吧你们这种沟通都得起来 你状态才能起来 你没有沟通就没有状态 我想了一下 妈妈没人能开 这独狗开也行 都可以 都谁开都行 那种沟只要不是被对面掀开 都能赢 就只要开了就行 我们是看人直接放技能 看人把技能一针就赢了 看人多我丢个大招或者我丢个踩 我勾不起是妈的 我也得白点 我告诉你 你都不好 我只能断后面的 我断那个女奶奶 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没问题的 我就断女奶奶输出 感觉断党了 我们对钢倍这个英雄要 我觉得后面我也拿不到钢倍 这把他们应该不会放 不会再放我们钢倍好了 下法就我觉得猛马这个英雄 可以适当地办一下 所以你可以往前走 你可以再和老奶奶 你们两个人相互的一起往前走 就中路那波 被拱回去 被拱到高地的那波 戴盾被拱到高地那波 森哥的战位太靠后了 感觉你有点太怕别人杀你 其实灯片根本就没资本杀你 他杀你都得死 我们的这种团战思路一定要清晰 对 我上马应该先出 第一阵就先出推荡 然后后面我去前面看 我看你先出的必须比较多多 对啊 我说我不出的摩托加 我先出推荡 我这样的话我就更好去猜了 后来的话 哎呀 主要是这种 奶奶开车往上 你的画面是想在后面开炮 我第一波开炮 第二波我就不低了 其实我们钢贝兽和蚂蚁 两个人速度太高了 是的 只要团一开炮 他们俩不是被挤火 对面要杀钢贝蚂蚂蚁 必须要挤火 他不挤火他都没有机会 高手 杀完高手 哈喽 我跟你说 我知道 你有一个问题 你玩到你不熟练的状态 经常会有点不自信 但是 不要 没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你 心里想成功 你都能不能过来 不是 没办法 您靠着这个环境下 我怕最后能够团 看我们教会很难看 而且没有意义 不是 不是团的 所以我给你说 你整个局下来的沟通 对吗 不是 这是 也不是 这是 我感觉你不见了 就是那种感觉 就从对线打完以后 那时候节奏打完以后 就是不见了 人家沟通 然后慢慢的 你嘴巴在你 人家的装饭就起了 像你不打你 这些女儿了 这些还不行 还不行 你每一攻 该怎么打 对 但蚂蚁快点 你不收点 你才决定 但是你就得把自己 关着 打 我不打 我说把对线好说法 对吧 好 你知道那个猫猫 给我无限 无限正反 无限回 打鱼了 可以了 尤其是现在的基础装 是更加饱满的 侧翼找到了游鬼 直接给一个莫勇 雪球跟进 加一个幻影之勇的沉默 游鬼动弹不得 吃了恐怖梦 最后一下 还是完成了几杀 fide普攻 受到了游鬼的人头 那这样一来的话 游鬼感觉 整体已经有点崩盘了 对 后线 迈一下 直接动手 带莫勇 给了幻影之勇的沉默 这波是正牌天光现世 后线还想留 留到了Planet 明天 拉比克偷到了 走 成功成为 走掉 很漂亮这个偷技能 而且这个帕克达片 和无疑 他他的效果非常出色 直接表到了海平 缠住四个游鬼降临 收掉一个看价先撤一下 但是 这波切入也非常的精准 对 进场先锤掉拉比克 队友跟进 再收掉无疑 然后下路 楼又是护下了 这边的天命 想形成一波反打 对 下路顺顺顺开团 这一波 非常有机会 直接往前留人 但是自己的位置 有点深耐隐之了 处于一个脱节的状态 又是偷到了缩地 缩地拉比克 被看到了 给了幻影之勇 板定位 牛头怪 直接制裁拉比克 拉比克 瞬间被秒 九天放大招 拉比克选择了买活 莫克也买活 蚂蚁这边输 但是 但是 优鬼有刃甲 不太好输出 牛头也是 A力锤刃甲 优鬼调了一半的血量 有兵的 牛鬼还是比较的坚挺 两张又同时买活 同时要赶到战场了 正面的查理斯 还是被处理掉 现在在优鬼 专门成型之后 其实 蚂蚁跟牛头打他 有点 吃力 牛头赶紧板断下后 莫克 挣脱孟尼长 给自己一个 陌有游鬼再喘 这波是一个 A杖的切入 强杀莫克 莫克可以买 速度出比较高 查理斯也顶不住了 破晓晨星 不能买活 这样的话 AR是一个 双核阵亡的情况 水龙摁下刷新 还有两套 应该三路是 在所难免了 贝比 最后关头买了一个刷新 他想创造奇迹 要配合蚂蚁的复活 和莫克的买活 打这一波 开悟就最后一波了 死人开悟看牛头 配合蚂蚁的输出 要杀核 找游鬼 技能全家蚂蚁 直接开BKB输出 弹得还是非常疼 但应该是有机会的 刷新两套 震死了游鬼 游鬼更新乱气球 也买不了 但是残局 九线拉比克 收掉牛头 牛头也买不活 只剩下单核蚂 查理斯敲出了击戒 虽然说最后 是拼死了对方的核心游鬼 但是 难以阻止这个失败的结局 猴死啊 猴死啊 打得好急啊 一拨一拨打 没有 感觉就是训练的问题 我们打训练也是这样子 多了 感觉他挖胸蚁也不太动 没有吧 对 训练 我们打训练 最高是最高的 你先五千 差点莫用 别救的 不是 我给你个比较宝 对啊 我一直说别救的 我差 差一百票 我差一百票 我们训练就没有解决的问题 执行业问题 我们玩像LUNA这些阵容 练那个执行业 那个吃力 有点没放开心 对 我真的觉得我们都打到现在了 我们 完全够不能 对啊 放开了打就完事了 真的不能 像今天 这两把 第二把沟通便好了 但是 感觉还是没 个人状态 没放开 没有 我看我们前面的运营都还行 然后一到中期的时候 忽然会出现一些 垃圾战场 然后出现了以后 然后队友也放不掉 就那种情况 下面的垃圾战场太多了 我觉得 明天我们就放到最中的打 你看像这个 我觉得打挺轻松 他们那个拉比克 也在选 对吧 打玛丽 我一会就问 我觉得拉比克能打玛丽 看他们也在选 也能打 放轻松 选择 他觉得什么想玩 什么好玩 就用 就打 自己状态打 对 不知道咋的 肯定被出车了 被出车了 对 我跟你说你是咋的 你是最近时差没调过来 你每天训练的时候 到晚上的时候 也是这个状态 其实我差点笑出来 什么时候 什么 就打完吗 人们打完吗 开始不打 不选蚂蚁 其实就还是那些 还是幽鬼 CK 还是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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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 人又给开局 上白牛一般是不会给他 打到这个时候 阵容其实 我们也没有 主要我们也没有什么 特别比别人领先的东西 你想能拿出来 从阵容上 搞优其实挺难的 差距不大 大家基本上打出来 选出来都是自己想要的阵容 对啊 对面也不会选到很难受的 我们也不会选到很难受的 所以主要还是得自己调得好 自己调得好 自己调得好 今天一定要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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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 加油 可以 可以 今天一定要加油 加油 好 昨天他妈的有两个人 目光幻山好办 一个就是查理斯 一个他妈的 两个学习是两个 不敢走前面 内心有鬼 今天看看 加安要在厕所 要在那个休息室上几次厕所 那你 加安你必须今天走一个 你妈 早要打字的 押运国押冠军选手 杨水瑜 不走第一个 我昨天走第一个呢 你昨天第一把没走第一个 你打了第二把是不是走第一个 破坏风水 你是不是第二把还不敢走第一个 我第二把咋了 你第一把都输了 你第二把都不敢走第一个 你第一把都输了 你第二把都不敢走第一个 你第二把都不敢走第一个 那你是真的叫我加安 没有进入这种盛工模式 哈哈哈 真不知道 加油 杉都加油 杉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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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 杉柯加油 杉柯加油 孙哥加油 孙哥前回房跟我说了一下 他说自然他挺好的 孙哥你今天不是告的模式 是青石黄模式 少六子 今天告的模式就告的 明天该青石黄 今天肯定要倒在咪咪出手 教授让我们检查一下外设是不是正常的 我们检查完外设我们开个小会 总结一下昨天的东西 然后聊一下今天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昨天游戏内的几个问题 今天一定要解决掉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的是 我们执行力问题一直没解决掉 但是具体在哪个点 我觉得昨天暴露出来了 具体在哪个点 我们的这种强势器利用不如平时 这是非受货型失误 非受货型失误一定要解决掉 我主动不了 但我也不应该分散去送 我就他妈别说 你看那个牛头如果在中路 对面那种强动 如果你沟通好让海明提前蹲进去 他们还是会送的 我们提前蹲一个海明 牛头不要掉那么多血 蒋克也靠过来 我们提前蹲 对面还是会送 我们这种防守进攻 我们习惯性的打 我们昨天进攻打的也不好 就举个例子 就是你能发短练那种情况 这种情况特别多 就不复述了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下 今天BP讨论的问题 然后如果是放人马 那么我们用什么英雄去打 大圣还是LUNA 还是说什么英雄 人马就TA TA也是一样 他也会换下戏 就如果没有AA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18手出那种什么 比如说兽王这种打换成功手 我觉得他们队不是喜欢打那种现强 对吧 我觉得先知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 先知你就当没有 反正 无所谓 就是没有先知这种英雄 你古法或者奶率这种英雄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 因为他这个现强的将手 水人那个热书塔赶紧一定要带过 或者最害致 船长打猴子还是 我们太确定你们打起来 会不会打的那种特别着急的那种情况 我们现在打什么局都别着急吧 我感觉 就如果你们打转 水人打猴子的局也不能急 然后你们水人打猴子的局 最关键的是能打猴子的人 要保持自己的经济 慢慢打 然后水人其实在有白牛的情况下 能变到白牛 能够回去白躲一下 他如果 他如果真把水拌了的话 有鬼会发现 有鬼 有鬼 或者很后面的那种选这种拍拍 他在搞这么多人手做的 他为什么好这么多人手做的 这个人是负责给抽烟的开门 这个人是负责给抽烟的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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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办法 这里有点冷 可以 重要任务 我们冲进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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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陪你们一满杯 可以 一人一杯 我喝五杯 可以 可以 我现在希望看到一棒我们四人打 打那边优势装 可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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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对面优势的 给我把BB干翻 体验我说一下 你说你不问我 给我把BB干翻 给我把BB干翻 你们只要但凡竞权 我一人欠你们一满杯 说好了 咱们上去吼一声 咱们去吼一声 还有一声 还有一声 这一波AR往前追 有没有先手呢 看一下海明的血球 强行往前滚 这个距离有点远 94开打反打 运阻海明 天光先生掩护一下 这里94的血量很低 应该是要被击杀 CK先死 但是TA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换掉了一个巨牙海明 凤凰变蛋落地 凤凰变蛋一声又说 跳了 原地直接斩死了盛堂 这样没弹的凤凰 应该也是很有危险 在开启向威胁跟狂暴 天明已经提前打赏了 吹凤留住 吹凤定位阻断凤凰 一个想飞下去的想法 船长再放一个洪流掩护 这些海明还在吹吗 再往前看一下没有冰片 带着我过来一个冰片 封住 流出了没有盾 大锤在降临 94是死透 来往回踢 能接吗 直播是有标记的 但是把血球带进来了 标记是带回来了一个海明 吹风了一下 落地之后 再用血球包自己 但是跳刀应该是CD了 海明还是被击杀 可以买活 海明选择直接交买 正面NEC也是一个吹风 落地之后 通过魔精队友去掩护一下 这波FY上的时候 可能没有注意到 天上的标记想再来一套吧 但是原地被定住 没有能够把人踢回来 凤凰顺势变蛋 选择全部激活去打凤凰的这个变蛋 但是打爆了 但是人也被控在了原地 正面海明是一个买活子 同时后 运住了查理C的一个大锤 大锤的位置很危险 TA继续输出 大锤也前往也不能买活 EC要斩死了一个CK CK是可以买的 TA是个有盾 再提他一个船长 前来看能不能守TA的尸体 TA马上跳走 反应很快 这样CK也是不用叫这个买活 想反打 否决给到了EC 陆地找TA TA被集火 凤凰烈日只好在救 TA原地战装 队伍也在掩护 这波CK选择了买活 狗用A掌钻了下TA 限制TA的输出 马上钻出来 漂亮 但是TA也瞬间选择买活 对 瞬间交买 并且大飞瞬间回到战场 配合买活的CK 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成功的 其他梅币 给了一个衰老 再开幽魂护照 否决CD狗打出了飞动晕 但C5给出了一个自动 但是梅币非常的硬 但是打了CK一个买活死 GPK非常危险 看一下这波 GP最后的CD GP最后的CD 最后应该死了 58分钟的时间 炸弹人跟船长 还在复读于顽抗 但是确实没有输出 出点他们两个人显得很乏力 虽然花驴不上的技能很多 是的 有点危险 最后一个炸三人 有什么用呢 把查理斯炸到一个小危险 但是狗一钻回到安全血量 最后三个都在情况下 GPK敲出机器 看得出来非常不甘心 MAYB就全会跳舞 恭喜AR拿下了这一场败者组 BO3第一局的胜利 是的 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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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个人状态很好 但是 一定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们要不是对手 我们自己出汗吗 来 我去拿点 拿点 打别人 这是这么久 他们也很别人 对别人 他们打得也很紧张 我们今天打得比他们要好 然后我们下一把再进步一点 再进步一点就是哪 就是抓他们 你MAYB的那个 这把还是不够好 还要带宽一点 是的 我干 我干 小弟们给我干他们 游泳加油 王沈加油 刚才中间是不是跳舞就打字了 我没看到 打了 打了个加 打了个加号 激动 他一开始发那个轮币 打了个SORRY 打了个加号 这么有礼服啊 他很激动 我看那个水沙完时以后 他绝缘体开始提总直接跳起来 加油 加油 还要不要吵我 感觉要稍微吵跑回去一点 就得去大水公在那转身 上路又是一个花两人 反手拉回来 海明接了一个两秒云 海明的位置很危险 开摔角行家 反拼吃了一个仙草 但自己的位置 应该还是要被点死了吗 最后开暗影之镜 最后一下想卡一下 视野都卡住了吗 像楼要死了 卡住了 但是楼的位置反而就点危险 我们就一下 但是下一法他会 他们之间已经cd好了 想奋而击杀 直接照两个 找到了一个帕克的弱点 同时又照住了FY的穷英臂零 这两个人应该是都要死 同时正面查理C也被留住 两秒云接凤凰变弹 比较理想的combo 虽然可以走出凤凰弹的范围 但还是被CK拉回来劈死 除非你让他开不出BKB 开出了BKB就是基本上不掉血 在装备碾压的情况下 这一波野外团应该又是BB的 无悬念获胜 再迎来一波团面之后的AR 可能是要敲出GG了 BB还想逃出龙骑式的挣脱范围 但是又被什么摆尾装住 但是没有人跟他 BB打完这一波之后 敲出了GG 两次尝试击杀龙骑未果 这样的话BB在第二局 也是成功的搬回了一局 把比分搬成1比1平 两边在败者组 拖入到了决胜局 对 其实 似乎有点清晰 你少了一点 开始就是说 你一定要得3比的 然后你再把他打得真是水 我 那一波很难受 那一波打他一会儿 感觉直接把我们挡住了 那一波我 他妈你学不了你就说 我只能留点 我两级的时候还没学 刚好两级 然后说打一会儿 那个B 那个发音是不是很跳嘛 在我脸上 也是第一动是吧 我一开始都没发音 下巴 下巴我太好 对面那两个不敢动你们手的 动你们手 你又被滚了 CK扳掉了 是的 我有滚了他动不了 弹出一个名额把CK扳掉 然后抢这个杀子 我们不能抢CK吗 是我们扳CK是吧 小伙伴吗 对 对 我应该抢凤凤 小伙伴吗 对 我觉得凤凤想他 我拿太吃力了 妈的感觉他们这个Bot阵容 蛤 感觉他们这个Bot阵容 打完对线期赛路列就记得 你妈的可不信 妈的 对不对 打完对线 然后他妈领先了4000 出了三个点睛 直接倒点 直接倒点 就靠GBK 这样打 这样别是这个点 然后 是你先选 你没发现他们 出GPK 就是刚刚那么优的局 都只是GPK带着那个 带着那个 但是你先选 那个counter 他们就会counter你 就是 你可以看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让他 你可以让他选什么TA那种counter 不不不 你听我说 先选就四手出中单 完美位置 别就不选Carrie了 就选中单 是的 我觉得 你四手选中单 搬人随便打呀 就是你 我们把中单的优先 就是那个 搞在前面 我是这样觉得 船长 你要犯大事 还要犯一个 我觉得打他们队 我觉得打他们队 分1c 上路找到了一个二打一军团指挥官的机会 把他框住这波应该是有机会击杀的 斯特佩尔这边应该逃不了 对 钻进了塔下 导弹一炸看到水人的视野 九仙直接变大 一个钩子非常精准 找到了拨过的水人 可以勾结台没有让水人转出血来 是的 哦这里想埋伏水人打他一个暴毙吗 直接水到水到漂亮 94连续阵亡 对 这把让你感受一下 但是侧面没有大的 查理斯被吹风刺拨 浇了起来 水上倒的还是比较快的 小路在往前更有捕了一个雨 是上海应该是够了 查理斯要倒下 看能不能换人 凤凰 编达的位置配合传着一个标记 卡尔贝柳 凡几十赛 高应该有机会杀两个 凤凰弹落地杂云两人 C5过来支援一下 一枪是把没笔先打飞 但是卡尔的位置又包抄过来一个露娜 是的 打架A压人非常多 再开大往前追C5的群影逼铃 虽然说开阅线争取点时间 但还是要死 双倍露娜 结果确实想打 那没先手 能秒他吗 直接说出水起来 那水人关系有点来不及 双倍的露娜直接是强杀了水人 标记水流到了C5 表掉了一个酱油 把他马上买活 查理斯交了第一个大招 按刷新 再来马上第二个大招 马上进来这个先手找小鹿 但自己为这种 危险的水人开BKB 接触了发条 但一看奶酪捕了回来 骗了水人的BKB 小鹿也开BKB 水人强行追天命 就任一个发条几十 自己没有BKB 那不远上头 帮我上头了 分身斧之后被打死 不能买活 游戏感受结束了 虽然他们强行表达了C5 但是C5 解锁了买活 表的BKB打出了积极 楼打出了问号 拿上了票 恭喜AR拿下这场败者组 BO3的胜利 在这场恩怨局当中 AR最终笑到了最后 是的 看得出来他们也是 非常的不甘心 是的 最终笑到了 尤其是我的 慌溜的会潇 没有 灰溜的会潇 等会地计战 我们一定要祭福你这个优秀ministRA 这个兑现的感觉 尤其是网绕阵战 然后再吸取你上一把那个海绵的教训 加点的问题 那个我觉得以后还就是我自己考虑怎么去拼不拼 你记住现在你打到这个阶段 对面那些速度兑现没有人使的 没有猪给你轻松的就当猪一样去宰了 你要打运营 你要用那个小野 你那个小野不需要用好 你这把小野用的就很好 我们这把如果上路没稳住 那他妈倒点了 那他妈肯定他妈倒点了 我们还是组织了好久 就是你要组织 就是我 这个点哪里 我之前喊他们他们就是感觉 我感觉我喊就没你不行 没你不行 就要你喊 我他妈九分钟就喊了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手上就忙你知道吗 我妈我我七八分钟就喊 但是没有回应 就你喊 那个时候我没空 不是只能是你来了 对啊我九分钟喊 然后他妈的奖案 那不我不是说奖案来上 我们一起下去 然后我看他妈操约库 我有的人 第二把 这都没他 就不准备合 你以后再打一次 然后下 刚刚那个 我们的妈做 我们的别的不 你儿子 重复 重复这一根 就是我们的同样 我们家的 来 这个没电话 来 再来一根 我 不抽你 我没电话 你们听不清好阿淑瑞的声音吗 就是一套 然后还有AR一个 AR 加油 AR 加油 加油 好看 谢谢 谢谢 感觉 还签卖 哇 太爽了 妈 所有的微博都在帮我们打问号 妈 那小组赛事 妈 打问号 我说他妈B要杀人 打雪碧 之后他妈B无尽的对他进攻才行 你搁那儿跟他刷钱 刷刷刷刷 雅特就开始把你们全攒了 刷个鸡吧 要乱给你刷刷是吧 这进攻 咱们这个世界太低了 这个还有多少人 感觉他们每个位置都是完美是吧 雪碧他们要干嘛 感觉每个位置都完美是吧 就很享受看他们玩 前二十分钟 米方西卡无敌 三十分钟之后 仰特就结果比赛 二十五分钟后 都不要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都久了 二十五分钟后 辣 下落那不还挺屌的 直接磨进四个 好 加油 这个底鸭筹 看我对他怎么干他这玩意 对 底鸭筹 讲到这我们打是要靠底鸭筹的吗 小链神 小链神 啊 就在旁边的 他们过来一坐 我发现我们还能坐一坐 我们如果能把鸡鸡干了 明天再把雪碧干了 那我们都是传奇的 哈哈哈哈 啊 跳过了 跳过了 就是传奇了你知道吗 雪碧来了 雪碧来了 他们要赶紧在安慰心碎皮尔 他们把鸡鸭筹给孤立了 在安慰心碎皮尔 在安慰心碎皮尔 鸡鸭筹在安慰皮尔 现在鸡儿都被我们打哭了呀 还好优秘 这家寿 清醒一下 清醒一下 风力吹 直接请进 吹念 我哼 我说说刚刚他妈的已经痛过了 但我刚刚短短 两个小时内吃完两个不够 没事 我尽量吃 那你倒两个 我说应该没事 鸡儿是怎么 鸡儿是怎么 鸡儿下午上来都不会大来 我说鸡儿不 鸡儿只给你个阿兔鸡上去 超哥 正如你所言 我们要为中国队开始复仇之旅 对啊 开始了啊 复仇之旅开始了 加油 你对一个来 加油 加油 谢谢 在边缘再电一发 又是一个秒晕的消耗 这一波是给莲花之后的一个反彩 配合一个弹无虚发的往回弹 在换魂里面 迪拉臭再吃一个换魂的伤害 漂亮 这样是先拿到了对方的遗血 张露翔磨这个塔 没有选择反捕塔 在A这个野怪被天命 当着两个人的面 把这个塔挤掉了 楼的血量很危险啊 滚滚直接开车撞到了 哇 这一波 赶紧把自己的金钱转化成即时战斗力 做了一个 拉回来小露这波是买活死 三秒晕在晕住查理斯 黑鸟关先救一下 但还是一个属于原地被控的状态 黑鸟选择放大掩护 但是背口大鞋直接顶满 人马开了一下笛子 FY给一枪 对方的这个阵容奶量非常的足 想象价还是只能断线 CK冲进双子塔拉人 强秒查理斯的人马 黑鸟这个位置也只能退回来 再被拉一手只能关自己 看底下手应该是要手啊 带三个幻象 明币也被强杀 查理斯直接敲出了机器 22分钟 在BO3第一局被机器速推成功 我跟两个小子都没进 是吧 狗屎 全决队都没放 全是全 一个是那个鼓法 我们不拿太狗屎了 太狗屎了 太狗屎了 被发 无限报章名字 对不起 第一轮要办的名额太多了 感觉要抢先去 太狗屎了 太狗屎了 我也感觉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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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训练还不一样 第一把推完 第二把被我们扫下来 第二把就是对攻 直接把他们干碎了 还可以 那边就放还可以的 钢贝和陈是一定搬的 再去带责 先搬三个 我觉得他的下巴应该是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 我会一拳 嗯 我觉得没有陈的话 他推不起来 对啊 没有陈他推不起来 是没有陈他推不起来 打箭 打箭 没有陈他的推进就是 特鲁伊推进 突发的特鲁伊 中路也要上 我觉得中路这个英雄要 18指先出来 对 对 感觉还是跟打BB一样的 跟打BB不一样 不 跟打BB不一样 马蜜都现在要选战斗里 跟他对撸了 哦 还起来 那不是我们人 干啊 我们是船船拖的 跟他对撸了 你觉得我们要拿到 他让他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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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不往 他们也不往后倒 不往后倒 他们就是前面 就是对撸啊 我们要跟他对撸咧 对撸咧 他比赛 阿斯哈应该是本次比赛的 第一次选用 双方的一个河岛团哈斯卡一个吸烟效果非常好 打了四个人 直接是拿到了楼的一血 而且查理鞋量也很危险只差两下普攻了 同时天命的位置应该已经是一个必死的状态 小熊还要回头 还要啃 框柱想杀熊但是蚂蚁支援到位 通过双生之门 小熊这一波应该是可以被击杀 船长来了五级船长直接游走 找到了德鲁伊本体 这个击杀很关键 对但是迪拉乔是收掉了两个酱油后去还要进行追击 他是有骨灰的战斗力非常强劲他有六 冲塔找到TA TA反手一个隐匿蚂蚁还是 用大招回到过去回了一波血 他还想追 这一盘蚂蚁 这英雄确实线上比较强 打完这一波之后FY是敲出鸡鸡 这样是恭喜鸡鸡战队在 败者组半决赛以2比0的比分 两场速推战胜了AR 对可以看到他们的 无论是陈的体系还是搭配德鲁伊的这套现优的体系 他们的 对于地图的掌握跟控制 包括整体的节奏都应用的算是比较完美 AR战队的话也是比较遗憾 最终是止步于本次TI的第四名 是的 但是他们作为一支第三赛季组队 并且在地域难度的中国区选 他拿到唯一名额挺进TI 打到这个名次我觉得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一开始主播队然后到打DPC 打TI预选打亚运会一路走过来的话 你觉得今年回顾一下自己这段旅程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呢就还可以吧 就怎么说呢 虽然被打得很惨吧 但怎么说呢 感觉就也还好 不知道怎么说很奇怪 该赢的比赛都赢了嘛 对吧 那就是 之后的话就是 现在打完TI的话有什么打算吗 因为可能粉丝们都很想知道 不知道啊 没什么打算 那也就不多聊了 最后的话把这个时间留给你嘛 也有很多的粉丝在看直播 现场也有很多的粉丝 相信你也感受到了 有什么想对自己支持AR的粉丝 然后支持你个人的粉丝说的吗 嗯 这个 就 嗯 接下来希望大家一起支持老干爹吧 嗯 说了跟他们打不骂的 只能打危险 不打的危险打不骂 什么 发生的嘴巴不操 我的妈他刚已经走到这儿 我刚已经走到这儿 我一看我们上线落后了3000 我的妈精 我给你招你的眼睛 招你的眼睛 招你的眼睛 别打 燃静了燃静了 我感觉他们这个打法有点厚 太厚了 太厚了 他们这个你把推进打法 我看了一下 感觉就像我们正常对线 打到中间 他们才是 推进打法 德鲁伊的推进打法 你看这个 这是他们的其中一套 很尽力了很尽力了 他们都推 很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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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德鲁伊一点下来 我没有英雄出了 倒点吧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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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就把一个人丢给我的 你们正常打对线 能打 能打 肯定能打 那什么说气 你们刚刚就开局 你们是换小狗 换小狗 换小狗也到 他换小狗 他背个大部球 再挡挡挡挡挡挡 他出门比我多一千块钱 我一看我们刚上线落后了三千 哈哈哈 一上线 我们落后的星期三千 三五才好 啊 这么近了 他画面就不对劲了 小狗在A人 剪掌就在A人 蚂蚁也在A人 你这边有其他人吗 哈哈 你抓的 你抓的 你又是你啊 森哥 抓的 哇 一级 我都没看 一级我们遭遇 我的奶率先破误 然后奶率回头跑 然后呢 我们看了一个小熊 甲爷说 兄弟们杀熊 甲爷说 然后我们就开始杀熊 结果这个撑过来五个人 把我们全杀了 不是 杀了熊 我们还准备闯了 你去杀熊 然后九仙一丝血 跑到台上我死不掉 结果蚂蚁突然从那个塔后缩住 就把塔后面过来了 然后呢 我在一塔挂机 然后他们开始跟我招手 我开始跟他招手 那个小熊一扛塔 五个人把我打死了 五个人直接包住了 这个小熊扛塔 五个人直接活 把A死了 我还在偷着字 我没死 那蚂蚁直接他妈缩了塔 直接把我干了 我就是 再搞笑了 就是下一步 那小熊扛塔五个人 第一集过去冰雪没达到 我们那个第二句话的变态了 简安那句杀小熊 杀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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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他就想 我妈的感觉都被人 一直会散 我操你妈 直接撞过来五个人 不是他散他还是冲过来 不是他 不是我感觉我们他妈破误了 就应该直接点眼 然后 看 看画的 我们碰到人了 我们在这里看 你们怎么敢的呀 哎呦 太变态了 太变态了 太早早从对面野去了 我说明天怎么说 明天怎么说 明天怎么说 看比赛之后吃个饭 可以啊 随便啊 我们飞机是一套的 我说明天怎么说 明天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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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比赛之后吃个饭 可以啊 随便啊 我们飞机是一套的 是 三个不如就直播一个人 三哥 三哥 付出没三哥 三哥晚上今天 我启动了 不说没三哥 阿龙复中是没阿龙 我不复中 大家一边没有我 这路是永远 老师不准备 老师 可以吗 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你 都没法扭aré 我就是包大厅 你能当好热闹喔 我这没有英文油啊 能当到现在 我根本不是吃什么 他跑了 来一个 抱歉 四四四 sull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